昨天晚上就是在大寨村的文化馆场露营的 现在早起在烧水准备煮个面吃 这个村子就叫大寨村 然后往前面走 那个范围 那边就是江川区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就是通海县 我今天就是计划前往通海县 吃完饭之后就往通海县反向起前 煮了个面吃 收船行李呢 现在已经是将近十点钟了 现在呢就准备出发 前往通海县 出发了 大寨村的产业胡萝卜 这个村基本上都是种蔬菜的 今天天空灰蒙蒙的 牛班 牛班教育 这名字确实够牛班 他那个logo还是个牛头 到通海县了 这是通海县的金山蔬菜批拔市场 进去买个菜 通海县它是云南省的蒙古族 主要的聚集地 云南省70%以上的蒙古族都是在这个县城 我的菜也吃完了 在这个菜市场里面买点菜再走 卖的白菜 您好 包菜怎么卖的 包菜 这个 这个刀 我要一个就行了 一块钱 一块钱一个 好 拿两个个吗 一个就行了 我送好袋 我骑自行车 我就买一颗包菜就行了 吃完再买 不好带 今天计划骑到高大山区 马路兵因为施工用栅栏围起来了 感觉在夹缝里求生一样 这太窄了 过不去 我试试 推着走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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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夹缝中求生 OK OK 哇 终于好了 这里是通海信城的老城区 这条街应该是叫西街 信城的人流量不是很大 路边停车还挺多的 换一条路看看情况 这条路在维修 可能是现在发展人流量都往新城区去了 这边老城区感觉确实人不是很多 通印大酒店 这个酒店的建筑看着还挺端砖大气的 红色的砖墙 二四五国道 里山高大 今天的目标就是高大 大概还有个17公里左右 里山 里山下一个香就是高大了 里山香这是一个遗族香 里山遗族香卫生院 这两前走几百米就是高大香了 高大香这边也是在生产蔬菜 它下面这个小盆地里面的蔬菜 好多已经收割了 应该是整个通海县城都是在生产蔬菜之间 路的两侧都是蔬菜 公交车站 现在才三点左右 我要不要再往前骑一点 这个山镇感觉挺小的 我还没进来的已经出山镇了 我再往前骑一点吧 这个村叫新凡子村 这里已经是在进水县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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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在进水县的范围了 现在是不走了 今天在这个镇里面找个地方抓银 这镇子上还有个清真寺 我现在在这镇子上找个地方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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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亭子的路上这杂草丛生 应该是很久没人来了 哎呀 感觉还不错 这个镇住看着很新啊 左中前 唯一的缺点就是距公路有点近 但是问题不大 今晚就在这儿抓银了 我把单车搞下来了 今晚就在这地方抓银吧 然后旁边呢有个加油站 可以去那打水 其实也不是很吵 先搭帐篷吧 搭边站棚 在这里待了请了会视频 把昨天的视频做才行 现在去打水 去那个加油站打点水回来做饭吃 加油站的公共厕所 这个捅饭不下去啊 哈哈 漏水就没有漏着呢 登登登登登回去做饭 他这个水打不满 因为他那个这种洗洗漱台 那个池子太浅了 就捅去斜着的 接这么一点够了 醒了一堆柴火过来 天天还亮 今晚我先把菜炒好再做饭 不然煮饭煮好天就可以了 这个包菜一块钱够吃两顿 今晚吃一半 洗一下小包菜 哇 这外面这也不要了吧 这也不要了 可以洗洗 包菜已经切好了 然后我现在就生活 开始新炒菜 菜炒完之后再做米饭 哇 能不能找 下去 下去下去 有没有找起来的希望 有没有找起来的希望 好像找起来了 看下架锅合不合适 可以可以可以 火生起来了 架锅开炒菜 热锅凉油 少一点油 感觉油还是有点多 我这几天还是不想吃油腻的东西 但是也得吃了 转一转 加个柴 锅热加入姜 干辣椒 干花椒 让它爆香 哇 下柴 OK OK 爆香肉加入包菜 哦哦哦哦哦哦 翻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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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哇 烧炒掉了 开始调料 加入 醋 盐 鸡丁 翻炒 翻炒几下 酱油 再翻炒几下 哎呀 酱油干多了 好了好了 哇 蒸米饭吧 菜做得了 可以蒸米饭 加水 再往水里再加上几块石头 来上四块石头 石头加上之后再加上锅 盖上盖 空心砖煮饭 厨艺 厨艺米饭好了没有 哇 哇 很完美 可以了把菜在这热一热就吃饭了 把菜热一分钟就吃了 饭煮好菜也凉了 好啊 这酱油饭太多了 我最近做菜老把酱油饭多了 炒好了把饭菜搞出来吃 老规计吃一半的饭 够了 然后把菜嚼上去 老规计吃一半的饭 哎 走私包菜 我最喜欢做最喜欢吃的一个素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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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的充电宝又有两个没电了 我饭吃完之后 我把它送到旁边的人家去冲一下 吃完饭了 我到这个店里问问冲一下充电宝 你好 姐你好 我能不能花5块钱 把充电宝在您的充电宝上 我是骑自行车穷游的 在旁边这田子里面露言 几晚上 充电宝上 就明天明天上午你们上班 我再来去 我放到这里 我给你们放5块钱在这 好谢谢 明天上午你们几点上班 明天早上 8点多 8点多 行 谢谢 那我8点多过来起 谢谢 谢谢 他这不好插 我充了一个 一个也就行了 充一个 然后反正也够用 我另一个充电宝也还有电 只是说我现在不想保持那种没电的状态 随时有电随时清安一点 回来了 到帐篷里面睡觉 晚安朋友们 但是 你